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这次他用这样的一个创作和阅读彼此之间的特别关系 来彰显让我们知道他曾经如何被这些重要的小说影响过 还有他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读小说 我们看到在书里面他把我们带回了他成长的小镇 他说我小时候生长的小镇永和 它被一条中正桥 原来叫做川丹桥勾梁着台北城 到我可能四五岁的时候才又在靠近中和的那一头盖了一座福和桥 大约我国三国四那几年又在离我家迫近 要穿过一片网状迷宫 十二指掌般的问错 互通的巷弄 到达的了河堤 原本各种卖大肠面线 刷边 堵香肠 炸臭豆腐的小探测 还有各种不良少年聚集的一处河堤比较平坦的地方 被清掉 盖了后来的永福桥 可能二十年前就发生了 但当时我很少会永和 总之老河堤被清掉 盖了极高的水泥墙 可能沿着新电锡 这半壳一线都变成了快速道路 童年的时候 河堤这边处处是农田竹林 黑鱼林瓦日式小屋 人家黎巴 野狗眼貌 自有漫望 或那些和我父亲同一年一起逃亡到这岛上 许多是老兵 老士官 但都跟所谓的公教人员混居在这悠闲的小镇 如今当然早都面目全非 大约我小学五六年级 一直到整个国中 我不知道的背景 重点就包括了台湾退出联合国 中美断交等等 可能颇大数量 惊弓之鸟的万圣人 不惜卖掉他们这些绿树成蝇的日式小屋 当时不知是怎样的小建商 总之我上学放学的串巷绕弄 出处可见那些 原本黑瓦矮墙 劫次灵笔的 有木瓜树 桂花 杜鹃 芒果树 谈花甚至椰子树 紫藤的松散空间 就变成了花土鸡正在开花的一个大坑洞 像拔去牙的凹窟窿 然后毫无规章的 盖成了一栋栋 埃及在一起的五层公寓 这又四十年过去 如今这些公寓 像长得奈利的峡谷 小巷龙 还是那么蜿蜒宅小 但一个区内塞击进的 也许是常年那些老外甥 他们没有出席的第二代 也许是这三四十年间 陆续从中南部搬迁上台北 但买不起城里房的打工人 而原本可能是 永和通台北的中正桥头 中正桥头顶西一带 转进来算是明珠的竹林路 我小时候 这里可是正公所所在地 有公司的小学各一所 有一家那个年代非常时髦 有电影院 有大型超市 有暴凌球馆的中性百货公司 如今因捷运线绕开 直接从中和插进 小时候觉得无比荒凉的男视角 那里是更新形态的建商 开发的社区大楼 塞进了更大数量的人群 竹林路这条小马路 也就说不出的衰败木齐了 其实还是有不同年代 小镇标配的 沿老七楼改装店面的 麦当劳 肯德基 去城市 一些银行的ATM 金石塘 星巴克 十步二十步一家的7-11 华格尔 凶早店 眼镜店 手机专卖店 新的老的药局 小火锅店 便当店 等等 但似乎就像一根燃尽江灭的火柴 那最后的围光一直回照着 也许我童年时 他们就和我一道住在这里的 那像乙穴一般 竹林路两侧 各自积载 蜿蜒进去 我童年时在里头 转优 还会迷路 藏着各家公庙 巷底小杂货店 家庭礼法店 有些巷弄收束 宰到不能再宰 竟剩下两排 原先你无法想象 是怎样贫穷的家庭 窝聚在那么小的框格里的废墟 我国中生在这样 和外面世界完全不同的巷弄里 串绕着 学习了被突然窜出的小混混的勒索 也和同伴 偷欠人家没有上手的脚踏车 其实只要不朝向底出砖 砖进去是更多 宁在一起的小巷 像我父母或那些大人 早晨也都是光鲜朝气的 走出巷子 在竹林路的不同车号公车站等车 然后公车会将他们运过桥 到台北 各自都是正派工作岗位上的人 我父亲是大学的老师 我母亲是台湾银行的职员 但往巷子深处的迷宫里钻 我少年时 曾赖在那么一个 离家较远的漫画出图典里 那光线极暗坐在小板灯上 除了看大批那个年代的日本漫画 各种关于棒球 剑道 拳棋 神顾其神的天才少年 自我训练成为王者的故事 当时也在那一墙柜上排满满 包了厚纸皮 但仍油腻无济的 绝对和图书馆不同 也和家中我父亲书柜那些 中文系老头的书不同 但原来这世界有那么多的 我无法形容的南旷女院 奇观妄想 我大约果散的时候 在那样的租书店 读了古龙的小说 琼瑶的小说 那些情节 简直像某一种金元代工 把其实几位压抑病态的私村 用这种完全和真实世界各端的方式 压挤到我这个活在家教颇言 但好像又让小孩自由乱跑 完全不安事实的少年的脑袋里 接着多尔军对照现实 他就说 这几年我重病 疗病期间受到杨泽老师诸多的教诲 其中有一句最常悼念的 就是要清净市井 一是要接地气 二是要指江湖多高人 多清净市井之人 他们在时光当中拨弄兜影 生命真实遭遇的 生老病死悲欢离合 然后作为小道不同实际潮流 曾经碰拉减四口 在其中虚与尾夷 跌落汗又摔跤的火花时 必须真实的 而非只是在某一个封闭的小圈里 或者是后来的网络幻象 和他们接触 泡茶 听个人的故事 但我自己的时光悖论 18、19岁之前的青少年时光 应该比同龄人 更和校园之外的鸡头狼 多许多相处 或是40多岁后 也有一段时光 夜晚被长辈拉出去喝酒 竟是那走马灯般 这个时代的一文江湖人等 但回到这整个系列 也就是这本书 一共有26讲 最重要 最关键的提问 年轻人为什么要读小说 罗伟军就说 我还是深刻的感触 我在20岁左右 进入一种高强度的 如我在许多其他地方说过 现代小说的创作 一如顶尖职业运动 它是非自然的使用 极限沉重 高密度 或说必须在一种 极度专注的持续训练 而后在有限的竞技时刻 爆出全部的光与热 就像我们看到 最好的NBA顶级球员 美国翅膀大联盟 或顶尖的世界足球运动员 奥运不同项目的 最拔尖者 这些在现代资本主义 框架上的人类巅峰者 有一个很成熟 昂贵 持之意恒 专家分工的训练体系 而我自己 会像30年前的 岛国台湾 当你起薪冬年 想要成为一个 像昆德拉 像卡尔维诺那样的小说家 这展开在你眼前的高难度 你就必须用一种 很像我从那些 日本运动少年漫画 所看到 进入一种 修行者时光 隔离城市 专注于某一种 违反常态的持续训练 像大鼓掌柄 练习误谤 LeBron James的重量训练 和反复的投篮 与生节旋 训练自己的高空弹跳 这很自然的 在我20出头的时候 台湾这第三世界 会形成自己和群体的脱离 你不知不觉 会隔着一层 厚玻璃 在观察 活生生的人世 而这之所以会形成悖论 第一是 我们要到很后来 才领悟 我们出生在一个非常不重要的国家 这个世界不会有其他国家的读者 像我们那么虔诚 花那么大的准备 去阅读普鲁斯特的小说 卡夫卡的小说 甚至 鲁西蒂的小说 村上春树的小说 都要来阅读 翻译我们的小说 这当然有一个 堪破最末端的那一支 玻璃灯展 那就是 名利场 更强大 更扩张的 20世纪规模的资本主义 顶尖皇冠 我们其实都像 黑镜其中的一期 那无限更需分散的小小末端房间 那些拼命踩脚踏车 以增加 微不足道点数的巨大游戏 第二个 要看破的是 不朽的妄念 你自然想要写出 红楼梦 或者是创造出 蒙娜丽莎的微笑 星空 那样不朽的艺术品 后来当然捕捉了 许多知识 传播学知识 文化帝国主义 远超出浅薄的我们 能够真实感受的漫长时光 种种极小极小几率 被发明出来的经典命运 要写小说 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 要写出自己心目当中的小说 这更是一个漫长历程 而洛伊军 他自己如此精力 如此自我养成 他回过头来 在这本书26讲当中 告诉我们 他和小说之间 非常亲密 有非常纠结的关系 我们休息一会儿 等我回来继续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永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城里的月光 把梦照亮 请守护他身旁 若有一天能重逢 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 这个城市多么美 阳光空气山河水 听见台北的声音 充满幸福的滋味 爱陪Radio 感谢您继续收听 杨造谈书 本节目于台北狂 电台粉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 魏大播出到9点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洛伟军的新书 有一个副标题就叫做 洛伟军的文学启蒙小说26讲 主书名叫做如何抵达人心 如何为爱化刻度 小说到底是如何形成的 一个小说家是如何练成的 那洛伟军在书里另外更重要要问要试图解答的 那就是今天的年轻人为什么要读小说 又如何读小说 小说有一个关键的因素 那是想象力 我们就来看一下洛伟军如何解说 如何剖析想象力 他说我年轻的时候读小说 长分不清 那个烟静在那种像深海海床怪异鱼类 骄岩海蛇 或者是像列车穿过没有尽头的隧道 那些小说家的文字 和真实的那个正大脑运算 绝食的那些奇特的情境胶囊 一颗颗连续咬破 强烈刺激的 这就是人类成千上百 多所乌厌 偏持记恨 对抗命运 引诱说谎 狂情荡狱 强忍着疯狂前最脆弱的矜持 或变成瘦 变成死后如灵火漂浮的声音 射击猎杀一个力量智力 且远强于自己的狠人 某一种古迹表演 但却是在压及一架 整个民族灭绝时的手风情 或者是像吹玻璃工人的肺部动态行音 你知道在另一端 那千管口的高温玻璃容易 正在被吹涨成为一只玻璃海胆 但看到的却只是这个千仓百孔的肺液 如何怪异的涨大 然后急剧的缩别 种种种种 它们有没有可能变成那个 日后的我 内部的一部分 但有时 极幸运的时刻 你会读到某一些 似乎脱离了这些人类 家产生命的爱欲紧凑 悲剧的强酸石绒铜片的玻璃鸣 硬生生 种云梯 邓高出一个脱离那一切 暗孔火焰闷烧 避避泼泼的人类在小说四剧中 他会失去形貌 跳到一个不可思议的气象高空 啊 那真是比现实当中 种彩卷特奖还爽得幸福 他就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 当年读到 Bruno Suits 他的一个短篇 写到一个历家多年的父亲 回家的时候 变成一只螃蟹 以儿子的视角 一家人对这一只 他们都知道 那就是不知遇到了什么悲惨遭遇 他们的爸爸 对这只螃蟹 保持着一种视而不见 任其在家中自由怕行 有的时候 男孩差点踩到螃蟹 人跟蟹互相惊跳 然后 然后螃蟹爸爸 嘻嘻手手快窜进家里不知哪一个厨柜的底下 直到有一天 妈妈崩溃了 竟然把那只螃蟹煮了汤 然后一家人 围着餐桌 就像那爸爸从来没有回来过一样 不悲 不喜 大家安静吃着螃蟹汤 有例如说 英国小说家 Ian Mark Young 他有一个短片 没头没尾 一个沉迷于一种数学公式的数学家 跟读者说着他的这个公式 还差一些关键点 没有突破 另外一边 记述着 他的妻子 有严重的忧郁症 我不太记得 这小说中 写的忧郁症七字 是会道道续续说着一些负能量的话 还是有一种 造成他们共处的小公寓里 这么持续性的破坏 总之 在小说的结尾 这位说故事的数学家 突然就将他的七字 或说那个空间 依照他信誓旦旦 合于那个数学公式的合理性 一则 再则 三则 四则 总之 他把那个七字 这样对则再对则 重复多次 最后 那个七字 就消失了 罗群又有另外一段回忆 他说 我记得读过一位 法国小说家的小说 穿墙人 但我不太记得了 数也找不到了 大约就是 我们少年的梦想 有个家伙 突然有一天就具备了 既是透明人 但又像液体 可以任意穿墙的特异功能 这当然是大爽特爽 他裸着身 城市里没有他不难任意穿透的墙 于是银行的金库 熟税美人的香柜 最高级的餐厅或酒吧 爱去哪 就去哪 但小说最后 他正在穿越某一面 钻造的后墙的时候 他的超能力消失了 我记得 那描述他的身体 和墙 这个时候 就有了一种 慢慢移动不了的凝固感 其实不管是 波克斯 卡尔维诺 艾克 卡夫卡的一些短片 都有这种 把小说打出大气层 在卫星鬼域 来自由奔放 小说应该是的 远超出人类想象力 限制之外 强大的吹牛 我三十多岁的时候 初读黄景树的科背 写一个疯狂的 华文现代主义小说家 想要打败James Joyce 于是找了一千个码头工人 以他们的背 作为流动的载体 付费在每一个人背上 刺青一段 莫名其妙的 绘色华文 小说之初 人们不同时在码头 遇见不同年纪的老公 背上刺青的 都是这疯狂小作家 这篇创作的 某一个部分段落 他们都带着一种 屈辱迷惘的表情 而这疯狂小作家 就宣示 随着这各自片段的载体衰老 刺青依然会松弛变化 事前某些人死去 这小作的某一些段落 也就空去了 我觉得这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狂想 乃至于是发明 年轻的时候 不知道水那么深的马华历史 乃至马华文学的纠缠 但存以 黄锦书这样狂想 开了现代主义的一个移植到 华语文学 乃至到南方的玩笑 当时我读了 探服不已 心里面一直说的是 他妈的 他妈的 也想到了 纳布扣夫的 幽敏的火 一个不存在的国家灭亡之后 那流亡的国王的一段叙事 而罗伊军特别提醒 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 他所写的这本书 不是评论集 只是浮想联篇 和想象当中 可能对小说感兴趣的年轻人 分享在小说当中 曾经遇见的 惊奇艳意 所以绑而跳过了 黄锦书 那后来又以多部短篇小说集 散文 或他的马华文学论述 层层负责的雨林 南洋人民共和国纪事 绍巴 那情乎 马奎斯的马康多 纳布尔的 《抵达之谜》 时间 空间 历史 伪造的父亲 如果成为作家说证 伪造的父亲 好像成为作家说写出来的小说 伪造的如在现场的 那些马共的男男女女 个人的突然 颓然 但雨林当中 生殖跟死亡 同样鲜艳 蹦跳的身体 好连书 幻造一切 一本不存在的 最高等级 马华小说选 全是他自己虚构的不存在的小说家的作品 一座不存在的马华文学纪念馆 一个在当时并未遇害 持续匿名藏在南洋 写出许多怪作品 而且生了许多小孩的玉达夫 一个并没有成功建国的南洋共和国 这交之反错的黄锦树国度 可能未来的人用许多论文都难以解释出 那灵循如山湖礁生态区的复杂遗物 但我不太在人们的讨论当中 读到我在这个小说家不同时期的作品 非常独特的超巨大尺度的狂想 这种令人害意的巨大狂想 一方面以弥仿的方式 将形塑我们如今文学观 或者是现代意识的源头 这样永远漂流流浪的故事 不知更应该发生在像黄锦树这样一个 出生在马来西亚某一个小村里 华人小说家的身上吗 洛伊军这本书里 悠游在各个作家和经典当中 透过他非常特殊 而且非常广播小说阅读的经验 于是如同亲密交信一般 对着他想象当中的年轻读者 告诉他们 你们应该接近小说 你们应该读小说 如果你们不知道自己 为什么要读小说 读了小说 小说是什么 这心里来看看 如何抵达人心 如何为爱化刻度 这本洛伊军所写的书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明天同时见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明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